6月12日奥运女子举重冠军陈小敏 出席广州曙光脂肪管理项目固成立 即奥运冠军陈小敏自颈脂肪移植金文康复会 活动现场经历细致塑形 自颈脂肪移植手术后 陈小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这一次的手术比较顺利 而且术后的护理都是比较到位 恢复比较好 可能也是跟我的体能有关 据悉为陈小敏设计美学方案的是 广州曙光医学美容医院美容外科的刘永波博士 考虑到陈小敏形体塑形和面部年轻化的需求 为其进行了大腿还细 并拥有自己脂肪填充纸形体和股部位 以塑造出S型的腰身和防满的面部 因为我已经退役了有十几年了 一直都希望腿部能够瘦下来 当时就知道曙光这边有这个技术 就说能够把这个脂肪变肺为宝吧 而且呢医生的意见呢 也是说我的体能比较好 那个脂肪的质量成活的程度呢 可能也比较高 所以呢就建议就是这个大腿的脂肪呢 可以用作这个胸部风胸的这样一个效果 变肺为宝 大腿变得舒坦 胸部变得丰满 整体这样一个打造呢 对我自己今后呢 在这个杀猎这一块呢 我觉得形象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我就决定呢 做这样一个大腿抽脂丰满的这样一个手续 此外 华东时光机房管理成功工界的机会 重视对外专立 织生团结极提亮相方向的现场 作为新成立部门 在自己脂肪丰胸 自己脂肪活细胞面部年轻化 自己脂肪整体打造 血动力细致等项目上取得了诸多证人案例 大家分享手术感受技术和效果 此次奥运冠军十小米选择 具有品牌影响力和这本书的广州手术医院 接着成立了自己的品牌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